嗨,大家好,Google地图找美食这次来中原大学附近试吃两家刚开幕的餐饮店 刚好都在试营运期间,我们现在就进入欠阅意大利面用餐 店内空间是全新装潢,气氛不错,有20个座位 墙上的图案是老板自己绘制的很厉害 看菜单我和Raggio点了三个主餐,口味是海鲜咖喱,青酱蛤蜊,青草鸡肉 也点了酥脆鸡球,玉米浓汤和起司厚片 好香啦,鲜度刚好,有点肉香味 吃起来很像麦克鸡筷,但是它的形状是圆的 这是它的厚度,炒起来有一点焦黄焦黄 吃起来的味道是起司,然后甜甜的 甜香甜香的感觉 青草蒜味意大利面 里面有蛮多鸡肉的 这个意大利面比较特别是附了很多青菜 它的感觉口味比较偏向意识和中式的中和体 它的面条口感属于比较微软的 如果喜欢硬硬的人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偏软 然后它的鸡肉吃鸡胸肉吃起来还蛮软嫩的 有一股新姜孜然的香味 酱汁还蛮足够的,整体吃起来算湿润 这一家店的意大利面的标准配料好像是小黄瓜 红萝卜跟杏鲍菇 这个炖饭味道很入味到饭里面 唯一的小小缺点好像觉得饭量不是很多 Raggio试吃的青酱蛤蜊意大利面 蛤蜊非常的新鲜 但是青酱的味道稍嫌不足 新开的意大利面隔壁刚好也是一家新开的肉豹油饭店 好特别哦 买个肉豹油饭回去给溜溜试吃看看 好特别的装潢 看许先生 目前是营运当中 大口吃才爽 其中更年龄只是数字 现场展示的这个餐车是老板以前摆摊的餐车 老板看起来好亲切 很特别的菜单 看菜单后选了四个餐点 尾挂包肉豹油饭 凉面还有四升汤 很特别的多层次口感 建议大家可以来试吃看看 一人和大肠 扑鼻而来的米酒味道 喝一下这个鸡汤汤底的汤头 哦 米酒味道下得有点重哦 米酒味道算很浓郁 鸡汤的鲜甜味 现在满满在我的口腔里面 这个四层汤超推的 一人和大肠 乳的刚刚好九分软 一分Q 非常厉害的口感 再搭上这个汤头 真的很推荐 这是老板之前一开始 摆摊的时候卖的山酱 嗨 我是凌凌 如果喜欢我的分享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 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